港元策息昨日全線上揚 其中 隔夜策息將0.24762厘 至0.80893厘 預留案相關的一個月策息連升9日 再攀高0.12971厘 至1.19185厘 屬2020年4月底以來高位 以H案普遍案息為H加1.3厘計 實際案息以預2.49厘 迫近普遍所息上限的2.5厘 經樂案揭轉界首席副總裁曹德明指出 由於本港銀行體系結餘仍有於1,600億元 除非一個月策息標高到1.6至1.8厘 否則港銀本周上條最優惠利率P的機會不大 要9月港銀才會加P 幅度為0.25厘 但在上條P息前 可能陸續有銀行調整新造H案所息上限 東亞銀行表示 該行現時新造H案的所息上限維持不變 為比減2.75厘 積峰頂息率為2.5厘 行方會密切留意市況 適時調整 花旗稱 一直密切留意市場動態 以確保息率符合競爭及業務目標 該行目前H案息率為H加1.5厘 所息上限為P減2.75厘 該行P為5.25厘 中銀香港 02.388透露 會密切留意市場發展 並不時檢討按揭服務條件 以保持業務的競爭力 最終按揭條件會視乎個別客戶情況而定 另外 逐有銀行上調定存息率 或推出新的定期優惠 花旗私人客戶業務 Citygold戶口客戶於網上銀行 手機銀行開納港元 或美元定存 12個月港元定存特惠年利率為2.71厘 相同存款期的美元定存特惠年利率為3.07厘 東亞亦提供最新定存優惠 開納或升級至顯著理財戶口 並以新資金開納指定資港元定期存款 12個月定存年利率為2.88厘 招商永隆昨日則把港元 美元及人民幣部分 1點通存款利率上調